好 歡迎回來 我們繼續探討川普當選的這樣一個事件 曹仁謙先生我想再請您給我們講一下 因為現在外界都在分析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川普能夠跨越所有這些障礙登上白宮寶座 比如說BBC的文章他就分析了五點 那麼在你看來什麼是最主要的因素 能夠讓川普登上這樣的白宮的寶座 那我看到 我上網看了一下CNN出口民調 CNN這個網站上 他做出口民調表示 投票之後的選民 你們認為什麼是主要的問題 那認為最主要的問題 第一號就是非法移民 認為這個非法原因大量進入美國非常嚴重 尤其是希拉麗當選之後 他準備要把這個敘利亞難民接收的名額 提高到6萬5千名 那歐巴馬是接收1萬 他要增加6.5倍 這非法移民的問題是很多美國人相當憤怒的 第二個就是美國這個反恐的問題 認為這個希拉麗如果當選總統的話 美國的反恐還會像過去8年歐巴馬那樣 在世界上軟弱無力 無法承擔美國作為自由世界起手這麼一個責任 所以這兩大重要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這次看這個選舉 這個上了年紀的人 我剛才根據這個出口民調 這個40歲以上的人多數支持了川普 占53% 第二個是這個男人 男性 53%支持了這個川普 第三個白人 58%支持了川普 第四個基督徒的話 白人基督徒 尤其福音派 81%支持川普 還有一個就是紅色支持川普 共和黨的政治理念變成是紅色 那民主黨是藍色 那一般認同共和黨理念的人 多數都支持了川普 在以往開始這個共和黨初選的時候 有民調24%的共和黨人說我們不會去投票 或者投票投給希拉麗 但是這次出口民調根據新的網站公布的數字 那麼川普背叛這個共和黨投給希拉麗的只有7% 沒有24% 反而是9%判離了民主黨 民主黨支持者9%跳過來支持了川普 川普拿到的這個叛黨的票超過希拉麗拿到的 所以整個這個情況來看 這個選民已經不太分這個哪個黨 很多都打破這個界線 就是主要還是政策的問題 包括我們看這次一般都認為 這個川普批評這個希拉麗有些非法移民 又在邊境做牆 要墨西哥付費等等 那墨西哥人一定大量不投給這個川普了 不是的 根據出口民調 現在這次川普拿到了29%的希拉麗的票 這個比例超過了上次羅姆尼的27% 羅姆尼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 可能被視為侵犯這個西醫的講話非常得體的 但是拿到27% 那這次川普的話拿到了29% 所以整個來看我覺得這次是打破了各種界線 還是一個主要對美國國家前途的一個看法 就覺得美國國家從道德上不能這樣滑坡下去 從經濟上不能再繼續走向社會主義 從外交上不能再軟弱下去 包括對中國的人權上必須強硬起來 美國要承擔一個世界的責任 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人 而不在過去的一個軟弱的無能的 令人感到失望了甚至災難的道路 嗯 是 那其實張亮先生 我們看到說很多分析都在說 這些選民是對現有政策的不滿 或者說對現在國家這個走向的不滿 所以也有人分析說 這根本上其實反映的是一種 很多美國人對於美國這種傳統價值的回歸 這樣的一個需求 您怎麼看 對 就是像唐仗欣先生說的81%的福音派教徒 他們都是支持這個川普的 因為我記得在這個共和黨大會上的時候 那個Ben Carlton醫生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希拉里在讀大學的時候 他四年級的論文呢是歌頌了這個一個他的導師 其實這個人的話呢 他這個是寫過一篇文章 這人叫做Soul Alinsky 這個人的話呢 在他臨死之前寫的一本書的話 是這個獻給這個Lucifer的 Lucifer我們都知道就是基督徒的 基督教中的撒旦 所以就是說他這個事情當時在揭示出來的時候 在現場當時的反應非常的激烈 希拉里呢 就是他 他說他自己是這個Methodist 但是就是說也有一些人認為他根本其實就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宗教信徒的話 不應該如此的沒有原則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在很多的那個美國人 他們出於這種就是宗教的情懷的話 他們也不會把這個票投給希拉里 而且我剛才我想還想說一點就是說 其實你剛才問了這個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這些民調為什麼沒有反映出這個民眾實際的心態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精英階層和美國的普通人之間的話 他們有一個鴻溝 他們精英階層是不理解普通人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認為普通人是可以被教育 可以被操縱 可以被洗腦的 所以他們抱著這樣一種傲慢的態度 然後他們以為只要拼命地攻擊川普 就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是其實他們攻擊川普是 確實對川普造成一定的傷害 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策本身 對每一個人造成的切身的傷害 就是他們不管是經濟上 還是說他們在這個美國的國家前途上 在美國的安全問題上 他們都感受到了現在的這種精英階層 他們的政策 會對他們每一個人造成實質的傷害 在這種情況下 無論你怎麼攻擊川普這個人 你都不會對川普造成那種 致命的打擊 致命的打擊 所以你會看到 川普好像就是打不死的小強一樣 就是他這個 今天我看Fox News上面一個報道 是這個Howard Kurz寫的一個長篇的報道 其中提到川普至少有15次 就是說有這種不當的言論或者是行為 但是這種不當的話 是從政治正確的角度看起來是不當的 任何一個候選人只要發生過一次 都可能是災難性的就可能退選 但是川普15次都活了過來 實際上就是因為川普他聽到的 就像Paul Ryan說的 川普聽到的那些精英階層 根本就聽不到的普通民眾的聲音 好的 我們現在線上又有兩位觀眾 我們先很快接下觀眾電話 一位是加州的教先生 請問您還在嗎 你好 你好請講 好 現在是這樣 我們從川普競選的幾個月 我就一直跟著他們 我非常了解這個選舉的狀態 你們我記得 我跟你們新唐人 好幾個地方打電話 你們有個夏明他是教授 我是小學畢業 他當時講了一些話 說是奧巴馬給希拉里 留了很多政治資產 他會怎麼樣 我講實話 你們如果要找政治評論員 你找我保證比他們強 為什麼民調不準 我講個簡單的道理 共產黨唱 沒有共產黨就新中國 朝鮮講沒有競爭 我們就會死 拉下講 這個普京的總好 我們都要要 所以我告訴你 民主黨現在就像這三個派對一樣 很簡單 我到美國之音上發言 我留言 只要是民主黨不好的 過一會就會出來一個 Sorry 你的ID 已經temporary 五分鐘以後你才能 我告訴你 我才知道為什麼 我跟川普競選的人在一起 我不是共和黨 但是我 我會了解他們的想法 你要知道 支持川普的人 與婦女被雞蛋打仇 支持川普的人 因為他的汽車放了一個牌子 就被燒車 你要知道 這個就跟暴徒一樣了 這是什麼國家 這些墨西哥人 川普選的是美國總統 墨西哥人拿到美國國旗 在美國大街上抗議 我問你這是 美國是墨西哥的領地嗎 好的 請您簡短 為什麼老百姓會出來投票 很多人就是看到 川普的人被攻擊 這是川普的人 汽車被燒 這個國家就成暴亂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嗯 好的 非常感謝 好 教練非常感謝 知道您的意思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還有觀眾電話要接 那麼下面是大陸的陳先生 陳先生您好 請問大陸的陳先生您還在嗎 陳先生 好 那可能陳先生現在暫時不在線上 我們還是繼續 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談到希拉里 希拉里可以說擁有天時地利人和 他的這個豐厚的從政經驗 媒體一邊倒的支持他 還有廣泛的人脈和資金 為什麼他這次落敗了 對 就像我剛才講 那個川普的當選 不是他個人的勝利 而是美國民眾的勝利 很多憤怒美國人的勝利 同樣希拉里的落敗 並不是他個人的落敗 是整個建制派的落敗 是整個美國現狀的一個考驗 美國政治的一個改變 說把這個稱為美國政治運動 希拉里很多人鎖定 他這個電友門事件 其實我不認為這個是個重大事件 因為這樣的事件 在沒有電子郵件的時代 不知道政治領導人有失誤 只不過這是一個電子郵件 而且還有那個危機 那個解密 在旁邊監督挖掘 說這個希拉里他有很多的負擔 第一個負擔是他本人 他不受歡迎的形象 那種建制派的傳統的這種 政客的形象 不受歡迎的形象 這個是根深蒂固的 第二個他背負的負擔是什麼呢 就是他不僅有自己的負擔 還有奧巴馬的負擔 說奧巴馬執政八年不受歡迎 這個民眾對奧巴馬已經不滿 憤怒情緒由此而來 但是奧巴馬出來積極地給他站台 那麼看上去奧巴馬在還他的人情 因為2008年奧巴馬夫婦欠希拉里一個人情 奧巴馬夫婦是真心地出來給他站台 而希拉里也認為 人情難確也覺得可能借助奧巴馬的風光 但是實際上這個站台是災難性的 這個雖然有一個主流媒體有個民調 現在我也表示懷疑 說奧巴馬卸政的是有54%的好感度在民眾 但是我現在表示懷疑 是奧巴馬站台當時說一個說話說 奧巴馬的政治遺產會延續給希拉里 希拉里由於這樣的政治遺產的延續而獲得什麼 但是現在看來是一個災難 而且另外一個民調 我另外提一個民調 就是昨天很多民調都顯示 美國的股市會大跌700點或者25% 結果今天我一看股市 結果先跌後升 最後的結果是道琼指數升到256.75點 結果全面上升 所以顯示了市場和這個美國民眾的信心從事 所以說希拉里的失敗是一系列政治負擔的一個後果 包括民主黨的負擔 最重要還有一個美國政治週期的到來 因為從1940年開始 基本上只有一次一個黨派延續了三任總統 就是里根執政八年 後來延續給副總統延了一年 民主黨從來沒有延續過 所以政治週期到了 所以希拉里今天 我今天剛好碰到了希拉里在八大到35階的一個旅館 New York Hotel發表演說 我經過那個時候 我本來想進去進不去的人太多 那麼他的演說中就說了一句話 他無法打破這個堅硬的天花板 那麼只能留待將來 就旅行的總統 留待將來終於有一天要打破 我很佩服他這樣的堅忍的力和這樣的預見力 同時他的寬管的胸圍 他號召大家起來給川普一個領導國家的機會 大家應該open mind的打開自己的胸圍 給他一個機會支持他 奧巴馬也表示了一個胸圍 大家都知道我跟川普的公開分歧 這不是一個秘密 但是我們會保證權力的平穩工作 但是我說的希拉里就說失敗不要集中他個人身上 他背負了很多負擔 包括政治週期的負擔 政治週期到了民主黨該下臺了 我還是要問方大維先生一個問題 之後我們再進廣告 方先生就是說剛才破空提到了 就是同一個政黨不能連過三屆的這樣一個魔咒 那您認為希拉里的敗選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政黨的包袱 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個人的原因 我覺得政黨的這個包袱是一個考慮 就是現在在美國的歷史上已經有好幾十年的歷史 我們美國選民不太習慣看到三次連任的這種情況 民主黨民主黨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共和黨共和黨 這個是很少很少見的一件事情 上一次發生的就是里根總統當了兩任總統以後 老布什被當選 這個是一個例外性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黨的問題是一個考慮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考慮 最大的因素是他個人 很多美國選民形容他的時候 他們用的詞或者用的短句是沒有辦法信任他 他是不可信的一個人 或者他是像一個律師一樣講話特別狡猾 但是他心裡想什麼不知道 類似這樣的話 或者是他這個沒有辦法跟普通老百姓達成一片 因為他現在生活方式是跟美國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不一樣的 最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了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一句話 就是希拉里克林頓上一次到一個超級市場買菜是什麼時候 可能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 所以他怎麼能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致命缺陷是他的驕傲 他認為他有權利甚至於有命運當美國總統 而且是應該當總統 而且是他的資格很明顯超過川普先生或其他的人的資格 就是他可以當總統其他的人沒有資格 他這種驕傲是美國選民特別特別不喜歡的一種感覺 美國選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如果這個政治家給我的感覺好像是他認為他比我好 我就不會投他的票 我覺得他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這個驕傲和美國選民的意願是不符合的 然後到最後美國選民發出了一個很清楚的信號 你如果認為你比我好的話 我才不要你 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心理 很感性的心理 好的 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還是休息一下 之後回過頭來我們來接觀眾電話